我昏迷的这几天 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司徒灵找到了吗 他呀 就是个老狐狸 有那么容易找到吗 但是 他知道了你是叶灵侠 会不会四季暗中报复呀 放心 我已经加强了美府的防卫 别怕 我发现 你最近变了 哪里变了 变可爱了 我什么时候不可爱了 你该认真回答我了 你也喜欢我 是吗 你看着我的眼睛 喜欢 就是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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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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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少爷 三少爷 郡主 将军请二位到书房一趟 好 我知道了 换了衣服就过去 好的 那就辛苦三少爷和郡主了 那个 梅将军这个时候找你过去 肯定是为了司徒领的事吧 那一会怎么回答他 没事 他说听我的就行了 好 回老爷 三少爷和郡主来了 让他们进来吧 是 父亲 不知父亲找事情有什么事 你们良人的身体 恢复得怎么样了 多谢父亲关心 我们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前几日你们双双受伤 我也没问 这到底 发生什么事了 父亲 区区小事 前日有人醉酒 骚扰郡主 我 便与其发生了冲突 就是有点小伤 没试清啊 在这青州地界 能够伤到你的 那是屈指可数 父亲说得是 能伤到我的人 确实不多 但那日 孩儿大义 忘了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那人是 途经此地的高手 我就 吃了点小亏 果真如此 父亲要是不信 那夜就在 如意楼 父亲可以去问 我听闻 你和这青州商会的会长 多有不和 该不是 因为他吧 此事都是世人 以讹传讹 父亲不要亲信啊 梅世卿 你毕竟是堂堂的少将军 不要结了婚以后 就把武功荒废了 是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告退了 糟了 快 臭小子 还想蒙骗我 吓死我了 你要不要跟阿柔交代一声啊 放心 我都准备好了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让梅将军派人 把司徒领这个坏人抓起来 一来呢 是担心走漏风声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二来 此事牵连甚大 司徒领背后怕是有所倚仗 父亲不意再踏入这趟浑水啊 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你居然肯花时间 跟我解释这么多 你要是愿意呢 以后我的事情都是你的 我带了披风 你大病出狱 要注意身体 巧月啊 送剧主回去休息 是 是